嗨大家好,我是柔妮 今天再带来一首传奇扑克2019年伦敦战的一首牌 还是比赛前期,大小盲2500-5000 今天的两个主角来头都非常大 接触扑克不久的观众可能对枪口味起Open的这个大叔不太了解 这个美国大叔Eric Siddell是扑克界的一个传奇 今年已经61岁了,拿过无数个世界比赛冠军 2011年,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排名第一 他今天的对手是Alex Fokson 经常看我视频的观众应该对Fokson不陌生 他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我之前也有做过视频专门讲过他打的几手牌 Siddell在枪口Jack九童花起Open 他这里后手还有70多个大盲 在比赛前期虽然不算太多 但是足够支持这个牌在枪口起Open了 打到后期如果抽马短起来之后 这个牌在枪口是可以看情况在弃牌的 直接弃牌到了Cutoff的Fokson 拿到Jack's,在这里绝大部分都是要3bet 具体原因类似的情况我说过很多次了 不多重复 回到Siddell 他这里弃牌,跟注,4bet都可以 但拿这一手牌来说 我其实是更倾向于弃牌的 因为跟注的话翻牌后非常容易被剥削 4bet回去的话呢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把自己作死了 但这里玩家实际情况是真的很少会弃牌 对方便是1,50%的 对方便是1,50%的 翻牌37彩虹面 在3bat的地池里可以算是很干了 Cedell标准过牌 Foxson正常Cbat打了1 3出头 Cedell这里卡8成顺子 虽然Foxson永远都有超对的可能 但是整体上这个牌面是不在Foxson的范围里的 所以Cedell是有一定的频率可能会check race的 他选择了跟注 Date,这只是有困住的方法 尤其是因为他离开了 所以他不准备电量 所以他不会给你太多资议 不准备的 你可能会在这次天才不打算 你只是20k 甚至是20k 这人是60个林导师运 但他们已经130k 心里是在右手ium 在中的ру when to turn 斷了 转排没花八 Cedel真的成了顺子 但是大概率还是要过牌 因为这里突然开枪的话 第一 弃牌率很高 Foxson是Ace King或者Ace Queen都会直接弃牌 拿不到什么价值 第二 长期来看不好平衡行动线 就是说这里他不能总是拿到个强牌 就突然领打 如果没有强牌就过牌 而实际上这种平衡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Cedel这里大概率的做法还是过牌 希望Foxson如果是Ace King Ace Queen 可以再偷一枪 如果是超队也期待他不控制再打一枪 Foxson这里确实有一定频率 是会过牌控制的 主要原因不是为了防顺子 而是防三条或者更大的超队慢打 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小概率事件 Cedel的范围里是有很多 Ace 石 King 石这种同花组合的 盒牌如果不发出来太危险的牌 Foxson甚至可能拿到三条线的价值 而顶级选手之所以顶级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会去拿 别的选手不敢拿的薄价值 所以Foxson这里大概率还是会打的 就是瞄准了Ace和King 石这些范围 同时Foxson几乎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可以确定Cedel不是69的顺子 Jack9在这里翻牌前在枪口位置 是有可能直接弃掉的 所以在Foxson眼里 Cedel基本上是没有顺子的组合的 Foxson就又打了百分之四十多的低持 Cedel现在还是有跟注和Race的选择 跟注的话呢 盒牌大概率还要过牌 继续给Foxson空间 无论Foxson是偷还是真的超队 都有可能会继续打 但是有些盒牌如果发出来 比如发一张Ace或者King的话 刚才也说了 Cedel的范围里是有很多A石 King石同花的 Foxson就有可能偷不出来 转而放弃了 或者Foxson可能是Jack's Queen这种超队 合牌上出Ace和King之后也不打了 所以Cedel跟注的话 对于Foxson合牌上 会不会能再继续开枪 是很难判断的 有可能就会变成摊牌 但这就是位置劣势的问题 如果不想接受这种行动线 那么Cedel就应该现在就Race出来 他现在后手还有300K左右 如果Race到130K 那么后手还剩170K Foxson如果是超队的话 大概率还会跟着一枪转牌 那么底持就会变成400K 合牌后手剩下不到半尺的情况下 到时候All-In Foxson是有一定可能会跟的 当然这些设想是针对Foxson是超队 并且合牌没有出危险牌的情况 而作为Foxson这种顶级的选手 他完全可以是Ace King Ace Queen 所以Foxson如果拿这些牌 在转牌上偷的话 那么肯定会弃牌给自己的Check Race 最后Cedel还是选择跟住 最后Cedel还是选择跟住 所以可以扶DA Foxson在带开内 提 parasite 所以会有想到Foxxin的头发 Cydale会会比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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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腔有很高兴的 Tcan人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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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cheese 手我觉得是可以 came in 就能这样 analysis val 这是个去到你 40 value and it's a very tough decision for fox and so he blocks certain flush draws especially flush like to call twice because you know any flush draws that have a jack of clubs you know would have a gut shot on the turn as well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go through fox's head is that he bets small so he bet a third of the pot and when you do that against some really good players they'll attack those bets a lot more often because it could be 感兴趣锦标赛的观众可以加视频的水印roni poker 4 合牌梅花二style按照计划继续过牌foxson又打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底持 这一枪打出来了显然就是在拿a10king10的价值了 在foxson眼里style能跟下转牌a10king10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小概率的三条或者是a10king10的慢打 甚至是铜花 比如说梅花a10 梅花king10 不过foxson自己有梅花jack了 所以会觉得style是铜花的概率稍微小一点 在foxson的位置很多人可能就会直接过牌了 事实上我认为这个薄价值确实打的有一点冒险 但是他作为顶级牌手 不想错失薄价值的机会还是打了出来 有人可能会觉得啊 既然合牌上出了梅花铜花的可能 而foxson是有可能拿着梅花a10kinga10king打的 那么style这里是不是应该跟住而不是all in呢 他all in的话难道不怕撞上铜花吗 其实这里啊他还真的不用怕 或者说在foxson打合牌之前 style可能有一点担心 但是看到foxson只打了三分之一的底持 style应该非常清楚foxson不是铜花了 原因很简单 foxson如果是铜花 这里一定是直接退all in的 而不是打三分之一 我们看foxson打合牌之前 底持252k style后手239k 不到满持而已 foxson知道啊 style的范围里是有a10king10的组合 也有三条 抄对甚至铜花的可能 但是他的心理应该是给各种组合 大概分配了不同的权重 我们之前说过 高手在合牌上打价值 是要根据你对对手牌力判断 确定想要拿的对手牌力范围是什么 来决定打多大的 所以从foxson三分之一的底持来看 他瞄准的价值就是有10的牌力 如果foxson是NAS铜花 他瞄准的价值范围 就更应该是style的抄对三条 甚至是顺子 也就是说foxson如果是铜花 一定会推all in拿极限价值 而不是三分之一来拿薄价值 style既然不用怕铜花 那么就可以肆无忌惮地all in了 这里他应该是非常自信的 他应该是非常自信的 他应该是非常自信的 Foxson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太艰难的决定 在他眼里 应该最后还是没有把style放在了成顺子上 更多的应该是要么三条 要么是A10梅花 King10梅花这种牌 这整手牌打下来 每一个决策点都是有多种选择的 我想很多观众 可能会批评foxson盒牌上有点贪心 但是实际上 这种对于薄价值的追求 正是poker水平进步的原动力 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价值 能弃掉别人弃不掉的牌 才是高手的体现